一箱箱受到饱满的艾文芒果 农友正忙着出货 虽然品质及拍卖价格受到消费者肯定 但曾获芒果王奖的果农可高兴不起来 因为这一两年受到气候及疫情影响 收成其买气不如以往 封面从南部嘛 过来飘到我们这边 然后下雨就不影响芒果 就整个烧掉 像那个什么 那个柏油路那个 黑掉 也有果粒也坏 花也全部烧光光 只有躲在叶子里面的 就这样很少 只有剩下两层而已 夏天到了 这上一碗清凉消暑的芒果冰 可是一大享受 屏东芒果产期在每年3到6月 主要产区从芳山 芳寮 狮子 春日 来意 高树等 这几个地区拥有靠山 面海及水资源保护区等优势 加上都是采收树上成熟的果实 所以种出的芒果品质特别好 百年历史的这个二丰墩的一个创始人鸟居信平所设计的这个水墩 加上我们这边的土质 非常的适合来种植这个芒果 芒果自然红都是从我们认为是屁股 这个是屁股 这个头 所以会变成田 就是这样 从地上 从屁股下面一直往上红 屏东县农业处长郑永玉表示 屏东芒果栽种面积为4128公顷 为全台第二大产区 产量约56665公吨 产值约23亿元 今年受气候影响 农村的芒果和玉核豹荔枝 农文会都有每公顷9万元的救助金 虽然有补助 不过农民大态 目前原物料及公司上涨 芒果的收成远不及成本 新唐亚太电视李娟荣 台湾屏东采访报道 并 sint化 刘荷